严格林 小姨多贺 第五章 一年时间 小桓换了两个工作 他先去钢厂当临时工 学刻字马 学会了又说太闷人 刻一个字马把半辈子的心事都想完了 一天要刻十多个字马 那就是好几辈子 他辞了工 在家里担了两个月 又闲得脾气渐长 去了一家旅店 小桓仍喜庆 找工作占便宜 小桓上班的那家旅店在火车站附近 难来北往的客人多 他聊天有的聊了 因此看上去一时不会再跳槽 小桓手松 从小不懂算计 挣的钱不够他花 上班总要有两身衣服 因此他得花钱扯不裁衣服 扯布顺便也给多贺扯一身 碰上商店处理零碎布头 他会一次买下十多块 给丫头和两个男孩做一身 两个男孩不过半岁 穿着小桓为他们买的花红柳绿的布做成的衣裤 人人都把他们认成一对双生女 小桓对旅店工作最大的仇恨是值班 每月底一个星期日 他得一连十六小时坐在值班室 事情就出在一个星期日 小桓一清早去旅店值班 他刚出门张俭就起来了 他浮在阳台的栏杆上抽烟 听见身后有人开窗 多喝 他的眼睛在他脊梁上 厚薄梗上 又厚又硬的板刷头上 小桓不在 两人都听得见彼此的心跳似的 立了秋热也热得不同 远处钢厂出钢的热气也不会长久停留在空气中 要是这个家没有多喝该多么好 张俭很下心这么想 他看见邻居们一家一家的出门 父亲们自行车后座上坐着抱婴儿的母亲 车前赶上坐着大孩子二孩子 抱怨着欢笑着骂咧着从楼下小路拐上大路 让他眼热得吃傻了 他的自行车也能打扮得花花绿绿 钱赶上加一把自己汗的小座椅给丫头坐 小桓坐在后座上背大孩 怀里抱二孩 他们也能是个让人眼热的一家子 偏偏多出个多喝 张俭抽光两只东海烟走进大屋 听见丫头刚睡醒嘎声嘎气的嗓音 他一醒就跑到小屋小姨那儿去了 丫头似乎说弟弟如何他也要如何 多喝和丫头的对话谁也管不了 就这样流畅的混杂着日本字 他走到小屋门口 阴沉吓一张脸 丫头 咱们家不说外国话 没说外国话呀 丫头挑起和他一模一样的两条宽眉毛 你刚才说的话我为啥不懂 丫头愣愣的看着他 过一会儿才说 那你说的是外国话 他觉得多喝的眼睛现在在他的右手上 他揍过丫头两回 那是他捋起来的时候 平时他很宝贝丫头 从前宫那里剪的碎钢篇给丫头车承办娃娃家的小桌小椅 他揍丫头的时候两个女人就结成了死党 多喝会从后面袭击他 用头撞他后腰 小环的嘴是凶器 一长串的恶心话 怎么那么本事啊 在厂里舔领导屁眼做小组长 回来捡最嫩的肉锤 他眼睛看着丫头的脚 说 多喝 咱家是中国人 丫头穿一双白色的不良鞋 多喝做的鞋面 小环纳的鞋底 白布良鞋外面露着丫头干干净净的脚趾甲 这一座城也找不着这样的白布良鞋和粉白透亮的脚趾甲 这个家到处可见多喝不吭不哈的顽固 擦得青蓝溜光的水泥地 运得笔挺的衣服 三个孩子不论男女一模一样的发饰 一尘不染的鞋袜 如果什么都能重来 如果没有一场战争和日本人在中国畜生了那么多年 张俭会娶多喝的 他不会在意他是哪国人 他就那么站着 站在他一双黑眼睛前 让自己的念头吓一跳 我会娶他 我是喜爱他的 吃了早饭 多喝咿咿呀呀唱着日本语的儿歌 把大孩二孩绑在前胸后背 一手拉着丫头 他这才反应过来 这四个人要出门 去哪里 去公园 认识路马 不认识 丫头认识 张俭站起来 一边往赤膊的身体上套衬衫 多喝看着他 脸上的笑容不敢浮上来 但是现在突然就浮了上来 他跑回自己小屋 张俭听见他开木箱 过一会儿 箱子盖趴的河上 多喝穿着一条花连衣裙出来 又带了一顶花布遮阳帽 背着一个带荷叶边的花布昆包 他在三十多平米的单元里小跑 步子很快却不利索 这是多喝第一次正式出门 何况是跟张俭带着三个孩子出门 他穿戴起所有的家当 在走廊上打牌下棋的邻居们 看着钢场吊车守张师傅 一前一后绑着两个孩子 他小姨子一身花地 拉着一身花的七岁女孩小跑 手里一把油纸伞举在张师傅头顶 为他和两个儿子挡太阳 人们想这么个家庭队伍哪里不对劲 但懒得去想清楚 很快又回到他们的棋盘 排桌上 张俭带着女人孩子乘一站火车 来到长江边 他听常理人说这里是一个有名的古迹 周末到处是南京 上海来的游客 小吃点排很长的队露天茶摊子上都得等座位 他们坐在石凳上吃多贺零食捏的几个饭团 每个饭团心子是一块酱萝卜 多贺颠三到四的讲着他的中国话 有时张俭不懂丫头就做翻译 下午天气闷热 他们走到一个竹林里 张俭铺铺开自己的外衣 把孩子们搁上去 多贺不舍得把时间花在歇脚上 说要下到江水里的岩石上去 张俭一个蹲醒来 太阳西沉了 多贺仍没有回来 他把大海二海绑上 拉着丫头走出竹林 师圣庙前围着许多人看盆景展览 张俭挤进去 却不见多贺的影子 他心里骂骂咧咧 从来没出过门 他还自不量力的瞎凑热闹 这时他突然从人缝里看见一个花乎乎的身影 多贺焦急的脸也走了样 东张西望 脚步更不利索 不知怎样一来 张俭避过了他的目光 他的心打雷似的 吵得他耳朵嗡嗡响 听不见自己心里绝望的责问 你在干啥 你疯了 你真像当年说的那样 想把这个女人丢了吗 他也听不见自己内心发出的声音 正是好时机 千载难逢 是他自找的 他把孩子们领到一个小饭馆 一摸口袋 坏了 他把身上唯一的一张五块钱给了多贺 怕他万一会有花销 原来他是有预谋的 给他五块钱可以给自己买几分钟的良心安稳 至少他几天里饿不死 原来他早上出门时就有预谋 没有带他去他原先想去的公园 而带他来了这个山高水险的地方 他在看见他喂奶 手碰到他奶头 他的心忽然荡起秋千的那一刻就有了预谋 他有吗 天暗下来 一场好雨来了 小管子的老板娘十分厚道 一杯杯给他和孩子们倒开水 丫头问了一百次不止 小姨哪儿去了 张简把孩子们交代给老板娘 跑到雨里 他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跑上山 不久他又沿着路跑回来 小路挂在山边 通到江里 江水一个一个漩涡 一旦落进去 他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张简哭起来 从十来岁到三十来岁 他没有哭过 连小环肚里的孩子死了 他都酸酸鼻子过来了 他哭多喝从不出门 从未花过一毛钱 第一次出门 第一次身上装了五块钱 就被人丢了 他知道怎样去花钱买吃的吗 他能让人家不把他当个傻子 或者哑巴或者身心不健全的人吗 人家会听懂他那一口音调古怪 乱七八糟的话吗 他不会告诉人们他是日本人的 他晓得厉害 他真晓得吗 张简哭从此没亲妈的孩子们 大孩二孩半岁 一下子断了他们吃惯的口粮 不过孩子们会比他好得多 毕竟是孩子 忘得快 但愿他也忘得快些 等水泥地不再干净的发蓝 衣服上不再有掺花露水的米浆香气和刀切一般的熨烫着痕 他就能把多贺忘得淡一些 他浑身发抖 就像给自己的眼泪泡透了 江河天像衔接之处 有船只在呜呜的拉底 他的脸突然跌落到膝头上 哭得胸腔里空空的响 有什么办法能忘掉多贺最后给他的一张笑脸 他听说他要带他出门 回去更衣梳头 还偷偷在脸上铺了孩子们的废子粉 他最后一个笑颜是花的 废子粉让汗水给冲开 又浑进了尘土 张简回到那家小饭馆时 天色已经晚了 饭馆开始供应晚饭 丫头坐在一张长凳上 大孩二孩躺在四张长凳 拼起的床上 睡着了 老板娘说丫头把泡烂的馒头 喂给了弟弟 自己吃了一个冷饭团子 我小姨呢 丫头披头就问 小姨先回家了 她说 头发上的水珠冰冷的顺着太阳穴流下来 为什么 她肚子痛 为什么 为什么 张简拿出了老伎俩 根本听不见丫头的话 吃饭的客人里有一个中年男人 他说他已经和小姑娘谈了话 知道他们姓什么 住哪个区 哪个楼 张简一边把儿子们绑在身上 一面向陌生的中年人和老板娘道谢 我小姨的呢 丫头问 她看着女儿 得要多久 丫头的语言里才没有多喝的话语 口气 我小姨呢 丫头比划着那把油纸伞 她带着伞出去 怎么会淋得透湿回来 她花不起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追究了 我小姨是坐气下回家的吗 到了火车站的售票窗口 丫头这样问她 不用猜 是火车的意思 她要售票员行刑好 把她的工作证扣下 先卖给她一张票 等她寄了钱再来赎工作证 售票员看看她和三个孩子 惨壮和诚实一目了然 她把他们直接领进售票房 让他们等九点那般慢车 火车上还很热闹 游完了一天 又下馆子吃了长江水产的大城市人 在火车上又摆开茶水席 吃此地特产的豆腐干 慢车的终点站是南京 广播里播放着上海滑稽戏 讲一个志愿君回家相亲的事 听懂的旅客就一阵一阵哄笑 两个男孩睡得香甜 丫头脸转向窗外 看着自己投在黑暗玻璃上的面影 或许她在看那上面投射的父亲的侧影 张俭坐在她对面 怀里抱着二孩 一只脚伸在对面座椅上 挡住躺在椅子上的大孩 二孩大孩长得一模一样 但不知为什么张俭对二孩有些偏心 爸爸 我小姨是坐气下 日语 Kish火车 回家的吗 嗯 丫头已经问了不下十遍 过了几分钟 丫头又开口了 爸爸 今晚我和小姨睡 张俭听不见她了 几分钟之后 张俭感觉眼泪又续上来 她赶紧给自己打个岔 对丫头笑了笑 丫头 爸和妈还有小姨 你和谁最好 丫头瞪着黑黑的眼珠 看着她 丫头是聪明的 觉得长辈们说这类话 是射陷阱 怎么回答都免不了掉进去 丫头的不回答反而出卖了她自己 假如她对小桓和张俭心更重些 她会不计计的说出来 她偏偏更爱小姨多贺 张俭想 丫头对这个身份模糊 地位奇怪的小姨的感情是她自己也测不透的 小姨坐气下回家了 丫头看着父亲说 眼睛和她的一模一样 而这时却争得很大 让张俭看到她自己若好奇或者怀疑或者恐惧的神色 气下叫火车 张俭说 丫头已经是小学一年级学生 她在学校左一个气下又一个气下 太可怕了 但丫头拒绝她的教会 过一会儿又说 气下到咱家 小姨不认识咱家的楼 气下是火车 会说中国话不会 张俭的嗓门突然压过了滑稽戏演员的吊笑 把四周嚼豆腐干的游客全吼乖了 静静听张俭说 火车 什么姥姥的气下 火车 给我念三遍 丫头看着她 眼睛圆起来 眼光强烈起来 好好说中国话 张俭说 一车厢人都给她训进去了 她的眼泪使她感到鼻腔肿大 脑子酸胀 她可不要听到丫头一口一个气下 她对多贺的记忆可就没指望退去了 丫头还看着她 她看出她那饱满嫩红的嘴唇里面 关闭了上百个气下 她的眼睛是她的 但眼光不是 是多贺的 她好像从来没注意多贺有什么样的眼光 一个哆嗦 她突然明白了 她的眼光是她外公 或许祖外公 也或许舅舅 祖舅舅的 是带着英气和杀鸡的那个遥远血缘的 张俭把眼睛避开 多贺的影子永远也清除不掉了 他父母花七块大洋 以为只买一副生儿育女的肚囊 又那么简单 实在太愚蠢了 多贺走失了 这是一句现成的理由 一半真实 一小半真实 一小半 张俭对丫头 小环铁嘴刚牙的咬死这句 只有一点而真实的话 多贺自己要下到江里那块大礁石上去 很多人都下去呀 然后就走失了 丫头听了这话 把自己哭睡着了 七岁的孩子对所有事情都抱绝对希望 人民警察过几天会把小姨找回来 爸爸妈妈也会把小姨找回来 小姨自己会去找人民警察 对七岁的一颗心灵 天下处处是希望 所以丫头早上起床 还会照样刷牙 洗脸 吃早饭 上学 至少从表面上是看不出 她对小姨走失这件事有什么怀疑 小环是昨天半夜下班的 她一回家见到张简抱着哭闹的大孩在屋里瞎窜 就明白了一大半 她上去抱过孩子 对她呸了一下 她问什么意思 她说她到底干成缺德事了 早晨丫头上学离了家 小环叫张简给公段打电话 告一天假 族长有多少事 告不了假 告不了就辞了族长 辞了谁养活这一大家子 养不活还没法子 一个个拿口袋撞上 到山上转迷了东南西北 再一放 屁话 旧社会过去了 不兴卖人了 不然口袋把孩子老婆装出去过过趁 卖了 还用着当什么组长挣那一把血汗钱 孩子个个吃好奶长好块头 卖出好价钱够小半辈子柴米钱了 小环养着圆脸盘 像是在骂南墙那边的某人 一面从箱子里拿出出门的小花布昆包 花布遮阳帽 你姥姥的往哪儿去 穿上鞋 跟我走 我不去派出所 对了 去派出所成头暗了不是 那你打算去哪儿 你在哪儿 把他扔了 我跟你去哪儿 他自个儿跑丢了 他又不是没逃跑过 你不是还叫他为不熟的日本小母狼吗 小母狼斗不过你这头东北虎 小环 他在咱家待得不合适 不舒坦 你让他舒坦去 咱家不舒坦也是个家 再不合适也是他家 他出了这个家活得了吗 到处抓美奖特务 日本间谍 反动派 我们旅店就常常有公安局的便衣 大半夜冒出来各屋查 厕所毛坑都查 你让他上哪儿去 那谁让他自个儿走丢的 张俭绝不松口 绝不心软 他对自己说 最痛的就是这一会儿 最难的就是开头这几天 孩子断了母奶闹着不肯吃粥 但第二顿就老实了 当时他坐在江边石台阶上 为什么那样嚎啕大哭 就是在哭他心里 为多贺死掉的那一块 哭也哭过了 痛死的一块心灵好歹的埋葬起来 接下去还得活人 还得养活活着的人 大人 小人儿 他绝不能心一软口一松 说 那就去找他回来吧 何况即便去找 未必能找回来 除了去公安局报案 报案就会出大麻烦 张家仁世代是良民百姓 从来把涉案看得很大 买卖人口 强迫女人生孩子 丢弃女人 是不是会弄得家破人亡 他不敢想下去 张良简 我告诉你 你要不把他找回来 你就是杀了人了 你知道把他扔在外头 他活不了 你是蓄意杀人 小桓急起来 从来叫他的老名字 联名待姓 宣判舒适的 他出去工作 学会不少社会上的词 蓄意杀人也是新学的 你去不去找 我不去 找不回来 找不回来 明白了 小桓宁笑起来 那颗带金边的牙寒光逼人 你把他装口袋里 搁江里去了 他那么听话 往口袋里钻 牢牢的 你哄啊 不然他怎么乖乖跟你上了火车 乖乖让你拐带到江边大石头上 朱小桓 你血口喷人 你知道我对你 孩子们长大了 这个家更没法过正常日子 张俭半壁的骆驼眼那样衰弱 悲哀 别把账往我和孩子们投上来 你下毒手是为这个家 这么天大的情分 咱们娘们儿孩子咋承受得起 咱可领不起你这情 要这么着 我就带着孩子们回我娘家 不然我怕你这回干顺手了 下回把孩子们拐带出去 躲在哪个嘎啦 看着他们把自己走丢了 你现在是常理红人 得进步 这些半裸日本咋种爱着你进步的大事 小桓登上鞋走出门 张俭跟了出去 两人来到江边是上午十点 一个游人也没有 小桓向一个管理人员打听 他是否见到一个中等身材的 二十六七岁的女子 还有什么特征 头发盘成各大窝窝头 还有呢 眼眉特黑脸特白 说话鞠躬 说完了又鞠躬 还有呢 还有 一看就跟一般中国女同志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哪里都不一样 那他是中国女同志吗 张俭抢一步上前 说那女人穿一件花连衣裙 是白底带红点点 绿点点 黄点点的 售票的人说他没什么印象 昨天游客多少 连外国人都有五六个 张俭和小桓沿着山上那条小道弯弯曲曲的上下好几圈 碰到修剪花木的 扫地的 被冰棍箱叫卖的 谁都对他们打听的这个和中国女同志不同的女人摇头 伸到江水里的礁石被江潮淹没了大半 船只呜呜的在江上的雾里过往 张俭真觉得多喝死了 是他下手杀的 在两个爱人中间选择一个 他只能这么干 他们找了一整天 不能一直不顾饥渴的找下去 也不能一直把孩子们拖给居委会照顾 张俭和小桓坐九点的慢车往南去 他见小桓闭着眼靠在椅背上 以为他是在补职般欠缺的叫 但他突然一耸肩 抽风似的 把眼睛睁得雪亮 一看见对面坐的张俭 再靠回去 闭上眼 似乎他有了什么新点子 但发现对面这个人不值得他信赖 欲说还羞了 接下去的几天 张俭慢慢知道小桓的新点子是什么 他去周围市 县收容站 查了被收容的人 但没找到多喝 没有多喝 小桓只得请假照顾两个半岁的男孩和上学的丫头 大孩二孩不习惯小桓 小桓一天给他们换两次尿布 而多喝至少换六次 也因为小桓不勤洗尿布 尿布没有足够时间晾晒 他们得忍受半湿的尿布 不久 就开始忍受起养的尿疹 丫头也退出了儿童和唱团 每天一放学就跑步回家 屁股上的铁皮文具和叮叮当当响一路 他得帮忙洗菜桃米 因为小桓下午带着弟弟去邻居家串门 叫邻居大嫂大妹子怎么包豆腺山羊 豆腺刺猬 反正小桓嘴里胡扯惯了 人们也不拿我妹子跟人私奔了 这种有关多喝下落的话当真 才十来天 一向干净的闪着青蓝光泽的水泥地上蒙上一层油污 小桓包饺子再过道剁肉县 见了一地肥肉他也不好好清扫 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投一个坐下 等其他人跟着坐下了 他会想起菜还没端上来 菜端上来了 他又忘了给每个人摆筷子 并且他干活总是扯着嗓子骂人 卖菜的把泥当菜卖 害得他一通好喜 米店黑心滥费 肯定往米里掺杀 害得他好减 不然就是张简 酱油没了 给我跑一趟打点酱油 丫头懒得骨头缝生躯 让你洗一盆尿布 你给我这儿泡着泡一天 原本小桓在旅店的工作 就是临时工 半个月不去上班 警告就来了 小桓不能撇下两个半岁的孩子 只能忍痛把一份好不容易可心的工作辞去 有一天张简打了一盆水 坐在床边上 用肥皂搓洗他的脚 小桓坐下来 看着他一双脚心是重重的翻搅着让肥皂弄得灰白的水 多赫离开有二十天了吧 小桓说 二十一天 小桓摸摸他的脑袋 他不愿说这样用肥皂洗脚是多赫强制的 张简从来没有认真抵抗过多赫的强制 谁会抵抗呢 多赫的强制是他不作声的迈着小碎布端来一盆热水 搁在你脚边 再搁一块肥皂 他会半蹲半跪地脱下你的袜子 他埋下头试探水温时 谁都会投降 二十一天没有他 洗脚还按他的方式洗 得再需要多久 小桓能把张简彻底收服回来 收服回来的他还会是整个的吗 一个月之后 张简开始受不了这个痂了 这天他上大夜班 睡醒觉起来 打一桶水 像多赫那样撅着屁股搓擦地面 搓出一块明镜地方来需要几分钟 正搓着 听见一个女邻居叫唤 哎哟 这不是小姨吗 张简两个膝盖不知怎样就着了地 小姨你怎么了 怎么成这样了 女邻居的尖嗓音像见了鬼一样 门在张简后面打开 张简回过头 看见进来的女人像个污秽的花影子 那条花连衣裙一看就知道当了一个月的被子 褥子 毛巾 绷带 谁也不会相信他原先是白底色 女邻居在多赫身后 空张着两手又不敢扶这么个又脏又虚弱的东西 你怎么回来了 张简问 他想从地上爬起 但爬不起 一种得射般的后怕和松心使他崩塌在那里 多赫的头发披得像个女鬼 看来谁都低估了他头发的浓厚程度 小桓这时也从厨房出来了 手里的锅铲遗料跑上来就抱住多赫 你这是怎么了 啊 他哭起来 一会儿捧起多赫的脸看看 再抱进怀里 一会儿再捧起来看看 那脸很黑 却浮着一层灰白 眼神是死的 女邻居满心疑惑的分享这一家重逢的悲喜 嘴里念叨着 回来就好了 回来就没事了 张家的人谁也顾不上他看多赫眼中的嫌恶和怜悯 这证实了邻居们对他的猜测 他是个脑筋有差错的人 门在女邻居身后关上 小桓把多赫在椅子上搁吻 嘴里吆喝张俭冲堂开水 小桓对卫生一向马虎 这时也认为多赫急需卫生卫生 张俭刚被他插去冲堂水 他又十万火急的叫他把木枣盆泡的尿布拧出来 先让多赫洗个澡 多赫从椅子上跳起来 咣当一下推开小屋的门 两个男孩躺在一堆棉花絮里 因为他们尿湿的被子床单还没来得及洗 屋里气味丰厚 吃的抽的排泄的混成热轰轰一团 孩子们把方的扑克牌啃成了圆的 把馒头啃得一床一地 多喝上去 一手抄起一个孩子 两腿一盘 坐上了床 孩子们马上给搁置的稳当踏实 他解开蹲步一样污秽的连衣裙胸前的扭扣 孩子们眼睛也不睁 马上就咬在那对乳头上 几秒钟后 孩子们先后把乳头吐出来 多喝再一次把乳头填进他们的嘴 这回他们立刻就把他们吐出来 像吐两颗被虾进了只虾空了肉的扁葡萄皮 大孩二孩睡得好好的 被弄醒 去虾两个早已干涸的乳头 这时全翻脸了 又哭又喊 全打脚踢 多喝一动不动 一声不响 平静而顽固的抱着他们 他们每一个挣扎 他松弛的乳房就晃荡一下 那对乳房看上去有五十多岁 再往上 乳房的皮肉被熬干了 脖子下的肋骨显露出来 从锁骨下清晰的排列下去 多喝一再把乳头塞进大孩二孩嘴里 又一再被他们吐出来 他的手干脆抵住大孩的嘴 强制他瞬息 似乎他一直吸下去 乳汁会再生 会从他身体深层给抽上来 只要孩子瞬息他的乳汁 他和他们的关系就是神圣不可犯的 是天条确定的 他的位置就优越于屋里这一男一女 他的强制在大孩这里失败了 便又去强制二孩 他一手狠狠地按住二孩的后脑勺 另一只手将乳头顶住他的嘴 他的脑瓜左右突击都突不了为 后面更撤不出去 孩子的脸憋子了 遭什么罪呀 你哪儿还有奶 小环在一边说 多贺哪里会懂道理 讲道理 他对两个半岁的儿子都横不讲理 二孩撤退不得 干脆冲锋 他一个突刺出去 用他两颗上门尺和一排下牙咬住了那个坚持欺骗他的乳头 多贺疼的呕了一声让乳头从儿子嘴里滑落出来 两颗废了的没人要的乳头无去地悲哀的搭拉着 张剑看不下去了 他上来抱二孩一面小心的告诉多贺孩子们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 看着不也长得不错 一两肉都没掉 多贺突然割下大海 再一转眼 他已经和张剑撕扯上了 不知他是怎么下床 窜跳起来的 瘦成了人壳子 动起来像只野猫 他掉在张剑宽大的肩上 一只拳头胡乱垂在他头上 塞上眼睛上脚也伸出爪子来 十个长长的黑黑的脚趾夹在张剑小腿上抓出穴道道 张剑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两眼一抹黑 手里抱着哇哇大哭的二孩 怕孩子挨着乱拳 只能把这顿打挺过去 小桓怕大孩吓着 把他抱得紧紧的 退到小屋门口 不久多贺把张剑就打到了过道 张剑踢翻了水桶 踩在擦地刷子上向后 亮呛了老远 那把铁锅铲给踢过来踢过去 叮叮当当敲着地面 多贺一面打一面哭嚎 声音里加着日本字 张剑和小桓认为那一定是日本脏字 其实多贺只是说 差一点 差一点 他差一点回不来了 差一点从巴的运西瓜火车上滚下来 差一点拉肚子憋不住拉在裙子上 差一点 就让张剑的谋害成功了 小桓瞅准一个空子 从张剑手里夺过二孩 他知道他这时拉也拉不住 多贺成了人鬼之间的东西 自然有非人的力道 他只是忙着把桌上的剩茶 冷菜挪走 减低这一架打出的损失 换了小桓 他不会打这男人 他就用他剃胡子的小刀在他身上来一下 放放他的血 多贺松开张剑 张剑跟他强词夺理 说他自己瞎跑跑丢了 回来还生这么大气 多贺其实听不见他说什么 两个男孩子从刚出生一哭就吹起嘹亮的喇叭 现在个头长大喇叭也成了大尺寸的 并且一吹就谁也不败给谁 楼上有上大夜班的人这时还没起床 都瞪眼听着两个男孩增亮的黄童嗓音 多贺抄起地上的锅铲朝张剑砍去 张剑一勾身 锅铲砍在了墙上 这时要跟他你死我活的不是多贺 是带浪村人 他们那特有的地狱一样的怒气 恰恰产生于长时间的沉默和平静 带浪村人在多贺身上附了体 锅铲成了他挥舞的武士刀 你让他打几下 打出点血就好了 小桓在一边劝张剑 其实他的嗓音也被孩子们的哭声捂在下面 张剑根本听不见 听见他也未必理会他 他只盼他多打空几下 这样就把力气白花了出去 他瞅个空窜进大屋 演上门 演了一半 多贺整个身子抵上来 就这样 两人一里以外 门成了竖着的天平 两边重量不差上下 他和他的脖梗都又红又粗 张剑觉得太可怕了 一个风白柳一样的女人居然能抗得过他 门缝始终保持半尺的宽度 多贺劈头散发 晒黑的脸和饥饿缺较的灰白 这时成了青紫色 他用力过度 嘴唇崩成两根线 一个多月没刷的牙齿露在外面 小桓从来没见过这样可怕的形象 他扯开让烟熏干的嗓子 拼命的喊张良剑 你他姥姥的 你是大麦夫子做的 打打能打掉扎儿 让他打几下 不就完了 多贺十个脚趾几乎掐进水泥地 支撑他斜靠在门上的身体 多贺突然放弃 一闪身 门通的大开 张俭一堆或是的倒塌下来 他突然失去了清算他的兴致和力气 带浪村人的沉默可以更可怕 张俭爬起来 坐在原地 眼睛前面就是多贺那双脚 那一双逃荒人的脚 十个脚趾夹里全是黑泥 脚面上的污垢结成蛇皮式的鳞斑 鳞斑一直沿到小腿和密密麻麻的蚊子包连了起来 小环拧了个毛巾把子 递到多贺手里 多贺执着眼 手也不伸 小环抖开毛巾 替他擦了一把脸 一面念叨 先歇歇 养一养 养好了再奏 他跑回去 把擦黑的毛巾搓干净 又出来替多贺擦脸 多贺一动不动 头像是别人的 转到左边就搁在左边 擦成斜的就让他斜着 小环的嘴还是不停 打他 太客气了 得拿小刀慢慢搁他 废物不废物 大男人领四个人出门 少了一个都不知道 看看他跟个大老爷们似的 其实他当过家嘛 大事小事都有人给他当家 小环上去踢踢张俭的屁股 要他马上去烧洗澡水 等张俭把一大锅水烧开 端进厕所 一块块地捞尿布 小环的烟枪嗓音还在蓄刀 他还在厂里当小组长呢 管二十多号爷们呢 他管仨孩子一大人都数不清人口 小环把多贺拉进厕所 他只要情愿做的事都做得玛丽漂亮 极简子就把多贺的头发剪出了样式 然后就把多贺摁在枣盆里 用丝瓜巾替他浑身上下的搓 乌垢在脚上和小腿上结成的蛇皮花纹一时洗不掉 小环便用手拘了水一下一下泼上去 然后再涂上厚厚一层肥皂 让他先哦一哦 得九死一生才能落下这副模样 他嘴上却讲着孩子们的事 丫头的功课门门一马的一百分 大孩二孩一听外面广播车唱社会主义好就不哭闹了 丫头被班里选出来给回国报告的志愿军献花 他不时扬起嗓门 问张剪下一锅水热了没有 一共洗黑三盆水 终于洗出跟原先有些相像的一个多贺来 一个黑皮肤 瘦长条的多贺 剪去了长发 头上包着一块毛巾 里面是除狮子药 丫头三天两头从学校惹回狮子 多贺一直备有狮子药 这时门外有人喊 张师傅 还没来得及去开门 一只手已经从外面拉开了厨房的窗子 张家厨房的窗子跟其他住户一样 朝着露天的公共走廊 窗外的脸是小鹏的 小鹏被派到张剪家附近的一所技校学俄语 碰上小时上大夜班 白天有空 两人下午就来张剪这里 如果张剪在 就和他下棋或打拱猪 若张剪上白班 他们就和小环斗嘴玩 小环不在家的时候 他们会被多喝不声不响的款待一番 两杯茶两块自制的柚子皮糖 开始两人吃不惯多喝那又咸又甜又苦的柚子糖 时间长了 一喝茶他们就问张剪和小环 没柚子糖呀 小鹏和小石进来 一眼看见张剪脸上一块瘀青 问他收拾了厂里哪个上海老 张剪对他不想回答或答不上的话 就当从来没听见 小环接过话 回答他们 那是张剪的老婆打的 两口子炕上动手没轻重 小鹏和小石这时又看见张剪胳膊上的抓痕 他们不信小环的话 嘴上顺着说 小环嫂子倒是会打 没破张师傅的想 小环挤一只眼笑笑说 舍不得打破 打破了炕上水管去 张剪烦了 闷声吼道 扯骚 都是自家兄弟 怕什么 是不是 小环把脸转向小石和小鹏 二十岁的大小子 在咱们屯都当爹了 他像以往一样 扭头叫道 多贺 七茶了眉 多贺却没像以往那样 轻手轻脚的出现 挂一个大大的笑脸 大大地鞠一个弓 之后他就会两手 拖着一个木头托盘 上面摆着茶杯 小盘 牙签 小盘里放着柚子糖 或者其他什么古里古怪的小吃石 试塞牙缝的分量 牙签是让人用来取盘子里那一口吃石的 小环自己去了厨房 粗手大脚的端了两杯茶上来 小石小鹏一直觉得这个家庭有点不正常 这天气氛越发古怪 他们在大屋下棋时 官局的小鹏看见一个黑瘦的女人走过去 再一看 是多贺 他没了头上的大剂子 包了一块花条子毛巾 穿一套蓝白条裤挂 瘦成杆子的身子 十一裤的金白 裤腿成了蓝白条的旗 一个月不来张家 张家发生了什么事 哟 那不是多贺吗 小石叫道 多贺站住脚 把怀里的大孩 背上的二孩往上颠一颠 他看着他们 嘴巴还在不出声的唱着什么 小石想 他可别是自己跟自己说话 他和小鹏听着楼上的邻居说 张俭的小姨子脑筋有点错乱 过了几天 小鹏和小石到张俭家来魂礼拜日 见多贺已经神色如常了 他剪了一排奇眉刘海 厚实的黑发堆在耳后 脸黑了瘦了 但他好像适合这张黑瘦的脸 年轻女学生似的 他照样哑声笑笑 笑得把嘴咧到尽头 小碎步在泛着蓝青光亮的水泥地上 忙过来忙过去 小鹏被小石踢了一脚 才发现自己丁多贺丁了太久 小环从外面回来 头上一顶蒙着灰土的护石帽 居委会让各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去砸石子 铺工人大礼堂门口的路 动员到张俭家时 小环骂骂咧咧地出了宫 把多贺留在家里 一狼头砸我大脚趾盖上 他嘻嘻哈哈地说 得亏我穿张二孩这双帆毛大皮鞋 现在还剩十个脚趾头 小环一回来气氛马上热呼 他又是乐上一条围裙 只换这个 拆是那个 要给大家改善生活 他砸石子一小时挣五分钱 但他砸一小时石子得抽一毛钱的纸烟 回到家俨然是个财大气粗的挣钱人 把家里仅有的五个鸡蛋全用油摊了 再剁碎和粉条韭菜做成饺子馅 包了两百个饺子 吃饺子时小鹏还是不断打量小屋里的多贺 小石笑着说 可眼珠子看掉下来了 别给赤肚里去 小鹏红了脸猛站起身给他一脚 小石各自小 一张女气的脸上圆鼻子圆眼睛 入团宣示都是这副淘气样子 小鹏却是典型的关东大汉 小石其实也觉得多贺突然出落了 没有头上那个古老的发际 他看着极其顺流 又不是一般女子的韵味 小环嫂子也不给小鹏操板操板 小鹏又要站起来动武 小环拉住他 小环说 做好做好 我给你俩都操板操板 张俭一直在慢慢包着南瓜子 包三五颗 脖子一仰扔进嘴里 再瞎一口白酒 瞎得愁眉苦脸 他听到这里用半壁的骆驼眼 横了一下小环 说 咱家丫头在这儿听呢 小环假装没懂小石和小鹏的打闹 针对的是多贺 就说他过去工作的旅店里有个女出纳 两根大辫子 哪天把他领来 让他们哥俩香香 小鹏不太高兴了 闷头只喝酒 也不吃饺子 小石说小环嫂子放心 他和小鹏谁在女人面前都不是省油的灯 谁也不会剩下 小鹏说他省不省油扯 上他小鹏干什么 张俭喝成一张关公脸 说他俩高兴来玩好好玩 表现差就不准来玩 小鹏和小石走了 已经是晚上八点 张俭上大夜班前只剩三小时的睡眠时间 他睡下一会儿 又起来 走到过道里 横了横心 手指终于按在多贺房门的把手上 门轻轻被推开 多贺正在支一件现衣 没有开灯 借的是外面进来的路灯光 他的脸基本在阴影里 但张俭看到两束目光冷冷的把他抵在门口 他误会他了 他不是冲那个来的 他站在门口 轻声说 给你申请落户口了 有了户口你到哪儿都丢不了 多贺底在他身上的两束冷冷的目光暖了些 软下来 可能他不懂什么是户口 但他这些年靠的不是言语的理解 靠的几乎是动物一样的灵性 这灵性让他明白户口是件致命的事 是好事 有了户口 你愿意出去工作 也行 他的目光融化了 在他脸上身上荡过去荡过来 早点睡吧 他一手拉着门 要退出去 早点睡 他回答 外人一听就听出这话的别扭 不仅是发音吐字的 他把早点睡当成晚安来回礼了 但张俭觉得这话很正常 挑不出茶子 他替他眼上门 提着气 把金属门把一丝一丝拧向左边 让那个铜舌头一丝一丝缩回 然后再让门把回转 让那个铜舌头一丝一丝伸出 使那咯咯的转动声捏在他巨大 后时的手掌里 因此基本是无声无息的完成了这套关门动作 孩子们睡得正熟 他不愿惊醒他们 他对自己解释 但小桓另有一套解释 他一听他摸索着上了床 便轻声笑起来 笑什么 笑他被人家踹下了床 他根本没心干那件事 有心也没关系 他又不吃醋 他吃哪门子挟醋 他就是跟他说落户口的事 不说是光干事 他也绝对拥护 他要是不拥护 他当时能跟他生孩子吗 拥护各卵 难道他这时还想跟他去干那事 他难道是投猪 看不见他遭那么大的罪回到家 小桓只是痴痴的笑 不理他的分辨 张俭一点睡意也没了 坐在床上 两个大膝盖头几乎顶住下巴 这样彻头彻尾的窝囊他可快疯了 小桓若再有一句不三不四的话 他跳下床就走 小桓头靠在墙上 点起一支烟 自得地 美味的抽起来 抽了一根烟 他长叹一声 接着他不着边际的 说起女人都是很贱的 跟一个男人有了肌肤之亲 就把自己的命化在男人的命里 这女人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何况不止肌肤之亲 还生了一窝他的孩子 他不承认他把命给了你也没用 那是他自己哄自己呢 张俭一动不动的坐着 隔壁传来孩子半醒的哭声 不知是大孩还是二孩 大孩和二孩越长越像 一旦粗心大意就会弄错 一个为了两遍奶糕 一个还饿着 或者一个洗两遍澡 另一个还脏着 尤其在两人一丝不挂的时候 只有多喝能一眼认出两人的差别 小桓点上第二支烟递给张俭 张俭没接 自己从窗台上摸到烟杆 装上烟丝点着 小桓今晚如何会这样深明大意 张俭仍保持高度警惕性 他的话从天上一具地下一具 渐渐扯到多喝身上 多喝是日本女人 没错 赌一条东海烟他也早把命化在他的男人身上了 喜爱不喜爱他的男人 另说也无所谓 想从这男人命里掰出自己的命 他办不到 想跟多喝和解 只有一个法子 就是跟他肌肤至亲去 女人表面上都会推的 说不定还打两拳 踢三脚 但那都是假的 他可不知道自己在做假 他以为他真在推剧 在出气 发泄委屈 实际上他已经跟你和解 你要他 比什么对不起 抱歉都管事 张俭听进去了 小桓的话有三分道理 小桓大事不糊涂 他挨着他 他挨着他躺下来 头抵着他的腰 他的手伸到他头上 摸摸他的头发 这两年他常常有这种体恤 照料的动作 多少有点老三老四 把他当成个晚辈或者兄弟 不过这时候他撸他头发的动作特别让他舒服 他睡了一个又短又沉的觉 醒来满心成名 好像很久没这么精神充沛了 十一点钟的时候 张俭准时出门上大夜班 他在过道穿衣穿鞋 翻步工作服摩擦的声响 把多贺很薄的睡意搅散了 一个夜里出去上班 为全家正生计的男人发出的这些声响 让女人们觉得安全极了 多贺躺在床上 听这个出门正前养活全家的男人走到门口 吕饭和轻轻响了一下 大概是他摸黑出门撞着门框了 这声音使睡眠晕晕的袭上来 一个多月前 他从江边礁石攀上来 找到回竹林的路 区区弯弯走进去 发现路被他走岔了 再拐出去 重开一条路 找到张俭和孩子们歇脚的那块空地 看见大孩或二孩丢失的一只鞋 他反身从竹林里摸出来 每个热闹地方都找遍了 不久 完全陌生的方圆几公里被他走熟了 连各个公共厕所都找了几遍 在游客渐渐稀疏的公园里 他突然明白张俭把他带到这么远的江边来 为了什么 为了丢弃他 他发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坐在很陡的小镜石街上 离一切都遥不可及 他从小长大的带浪村那么远 越过带浪村往东 是他的祖国日本 祖国也有一个带浪村埋葬着竹内家的祖祖辈辈 祖国的带浪村太远了 他原先在丫头 大孩 二孩身上还能找回那个带浪村 还能从他们的眼睛里 看到那些埋葬在祖国的带浪村祖辈们的一喜一怒 那种带浪村人特有的沉默 宁静 那种带浪村人特有的狂喜和狂怒 他每次摸着大孩二孩的头发 那头发仔细看是和眉毛连成一片的 就像他父亲 哥哥 弟弟借着他的孩子们还了魂 借他们小小的肉体暖着他 给他依靠 多鹤坐在那条对着长江的石径小路上 天也远水也远的想 他生出的三个小小的带浪村村民现在和他天涯之隔 再从石径上下来 公园已经空了 他想跟人打听火车站 又不会说火车站三个字 走到一个正在收摊的茶水站 他手指头站了桌面上的茶字 写下火车两个字 茶水站的主人是个六十岁的老太太 对他又笑又摇头 脸都羞红了 意思是他不识字 老太太拉了一个过路人 叫他任任用茶水写在桌面上的两个大字 那是个拉架子车的小伙子 以为他是哑巴 拍拍他的架子车 手势很大 表情也很大地表示他用架子车带他过去 下了架子车 他的手插在连衣裙的侧兜里 手指撵着那五块钱 不知要不要拿出来给小伙子 最后他决定不给钱 多给他几个鞠躬 他那双膝并拢 两手扶腿 弯腰九十度的鞠躬把小伙子吓着了 拉着架子车匆匆离去 又在远处回头 没想到又受他一攻 这下他头也不敢回的跑了 他很快发现小伙子把他领到一个错误的地方 因为他只在纸上写了火车两个字 而没有写站 小伙子就把他放在两条铁路交汇的地方 不久就有一列货车通过 货车在这里突然减速 几个坐在芦苇沟边上的孩子跳了上去 孩子们向他招呼 叫唤 上来呀 上来呀 他奔跑起来 孩子们伸出四五双手把他拉了上去 上了车他问 玉山的 玉山去的 孩子们相互看看 还是不明白他到底问什么 他觉得自己的话一点毛病也没有 他们却听不懂 信心减退下去 呼呼的大风里 他把句子在嘴里重新组装 用小了一倍的声音问 去的玉山 其中一个男孩为大家做了主 朝他点点头 他们看上去有点扫兴 用牛禁拽上来 一个话也讲不通的女人 油布下装的全是西瓜 孩子们拉起油布 油布成了包括多贺在内的七八个人的屋顶和铺盖 这时多贺才明白火车为什么到了那一段减速 他刚刚通过了一段被雨水冲垮正在修复的路段 多贺扶卧在西瓜上 身体左右滚动 从油布缝隙看见修路工地灯火通明 张俭在早晨看着他时想干什么 他明白了 他想要他的身体 他扶在阳台栏杆上抽烟 他在他身后打开窗子 他就是不回头 他看他什么时候回头 终于不行了 他回头看了他一眼 隔着两米的距离 嘴唇已经亲吻了他 他是想和他好和一次 最后一次 多贺竟让轻轻滚动的西瓜给晃睡着了 他是被冷醒的 身上的油布不知哪里去了 回过头 七八个孩子全不见了 不少西瓜随他们一块下了车 火车扎在无尽的黑夜里 往更深的夜色里钻着 他不知道时间 地点 但他知道 什么都帮了张俭的忙 让他得逞了 让他分开了他和他的孩子 他和祖国 带浪村 死去的每一个竹内家的骨穴终于被分开了 西瓜车在独太阳里开开停停 在大雨里也开开停停 他多次吓狠心跳下车 又多次吓狠心留在了车上 一连几天的西瓜餐 他浑身都让红色 黄色的西瓜汁泡透 被风吹散的长头发又被西瓜皮脂粘住 成了一件头发结成的缩衣 他脑子里全是呼呼的风声 是火车和黑暗摩擦出来的声响 那声响灌进皮肉 血管 随着两行类横飞 他浮在一个个冰凉 滚动的西瓜上 任这些无信的 不负责的球体把他抛到左抛到右 多年前他被装在麻袋里 被土匪搁在奔跑的马背上 他也不比这时更绝望 他仰面躺在西瓜上 想到了阿文 那个躺在路边生孩子的阿文 阿文长发披散 脸色如辣 嘴唇煞白 就这样躺在1945年的9月傍晚 他躺得像一堆血呼呼的垃圾 泡透了血的一件和服 两条血淋淋的腿 一个还在冒热气的血孩子 他是走着走着就完成了分娩的 婴儿眼看着就不动了 长长的臍带打了好几个弯 瓜曼一般连着未熟的瓜 阿文不要人们靠近 一边呲牙咧嘴一边嘶喊 加油啊 快走啊 别过来 别杀我 我一会儿就跟上 别杀我 我还没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 他的手掌满是血污 向人们一下一下的挥舞 要从他身边过去很久人们才悟到 他那呲牙咧嘴原来是笑容 他笑着向人们讨饶 别杀了我 我还没有找到我丈夫和儿子呢 他血淋淋的手掌握起拳头 一上一下的挥动 给自己的嘶喊打拍子 加油 加油 嗓音丝不一样 不体面的阿文 就因为要找他的孩子 于是这样一个不体面的多贺出现在南来北往的旅客眼前 披着头发结成的黑缩衣 嗖臭的连衣裙上一片绿苍蝇 那个苍蝇如云的车站叫做武昌 他不知道到达这个站之前火车被换过几次车头 迎面而来的楼 房屋 密集的电线杆让他知道这是个大地方 比他住过的两个城市都大 西瓜一车皮一车皮的被人卸下去 快要卸到他这一车了 他突然想到 他吃下去的 用作洗脸洗手当便盆的西瓜有几十个 跟那七八个孩子下车的西瓜至少也上百 那上百个西瓜的帐也会寄到他头上 你有证据说你没有吃或者糟蹋掉那上百个西瓜吗 你有证据没有跟沿线的盗匪李英外和把西瓜抛下去 回头再跟他们分赃吗 多赫不了解中国的法律怎样制裁这样的事 但他知道天下法律都不会轻饶这样的事 他看准一个空子 从车上爬下来 等正在卸前一辆车的工人们反应过来 他已经成了他们眼里一条披头散发 肮脏的花影子在一大团蒸汽里一闪而逝 蒸汽发自一列刚刚停靠的客车 他从客车轮子间爬过 车肚皮上挂着条条千里的黑色尘土 又蹭在他泡透红色 黄色西瓜枝的白笛子带红点 绿点黄点的花连衣裙上 他走在旅客当中 人们不顾肩上扛的沉重行李一再向他回头 前几天的西瓜餐这时发作了 他被肠道内突然的冲击力弄得浑身发冷 脖子上和手臂上炸起一层鸡皮疙瘩 他会用中国话打听厕所 但人们终于听懂他的话之后 给的回答却是他不懂的 所有人都用完全不同的音调 吐字和气的对他一遍又一遍的讲着什么 他觉得肠子里的咕咕响动一定让他们听见了 他捂着肚子半勾着腰一动也不敢动 人群中终于有一个女人扯起他黏糊糊的手便走 蹲在毛坑上他突然想起自己没有草纸 那女人竟十分善解人意推开毛坑的隔门 递给他一张印满人脸的纸 纸的背后还有石灰是刚从墙上撕下来的 人脸上画着红叉 对着自己的终极下场目瞪口呆 他但凡有一点办法 绝不会把这样带脸的纸做那样的用途 等他头重脚轻的走出厕所 两个戴口罩的人朝他走来 他蹲在毛坑上的时间足够 然后那个女人推测他是怎么回事了 那女人用多贺完全不懂的话 对戴口罩的人大声说着 一边指着多贺 两个人走近了才能看出男女 他们中的男人用音调 奇怪的中国话说多贺病得不轻 得跟他走 他们中的女人说车站医疗室不远 走几步就到 两人的眼睛在大口罩上面微笑 多贺发现自己已经开始跟他们走了 医疗室的长椅上躺着哼哼唧唧的男人女人 还有两人躺在白色带轮子的床上 多贺被带进来 戴口罩的女人对一个躺着的男人说了句什么 男人缩起腿 戴口罩的女人让多贺坐在刚刚割过男人赤脚的地方 多贺刚坐下 那男人的脚又回来了 他只好坐在地上 戴口罩的女人从里屋拿来一根体温计 放在多贺嘴里 这根体温计让多贺安全起来 他到张家这些年 每次发烧 体温计就是一个手掌 小桓或张俭的 过去是张站长或二孩妈的 手掌在他额头上按一按 体温就测出来了 自从离开戴浪村 他的嘴还是第一次接触这冰凉的一碎的玻璃棍 他闭上眼 醉在那微辣的酒精气味里 那气味就是他对于灵木医生的记忆 戴口罩的男人这时走出来 翻开多贺的眼皮 仔细的看 手指也像灵木医生那么轻盈灵巧 根据体温计的测量结果 他的体温不高 基本正常 戴口罩的女人是个护士 这时走上来 说是要抽血 他一边在多贺胳膊上擦酒精 矽胶皮管 扎针头 一边用他那一口总有点偏差的中国话 告诉多贺 正在流行的血腥虫病很厉害 从东边来的火车总会带来几个病重的 多贺对他们的话不全懂 但猜出此地正流行某种可怕的疾病 他问护士 什么叫血腥虫 护士看着他 好像没听懂 他想他的话有那么难懂吗 他会不会把句子讲颠倒了 他硬硬头皮又问了一次 这次换了一种句法 护士 护士反问他是哪里人 多贺不讲话了 护士抽了血 拿了一个硬皮夹子 上面铺着一张表格 他说这是病例 必须填血 要填的项目有 姓名 住址 家庭成员 婚姻状况 多贺拿起笔 又放下 不知为什么 他哭起来 填什么也不准确 带浪村的家 是多贺唯一记住的住址 带浪村的人走上逃亡血路 从那一刻起 这些项目就没法填了 从那颗手榴弹落在妈妈 弟弟 妹妹身边之后 他怎么填写家庭成员 从张检把他丢弃在江边礁石上 从他的乳房因为没人瞬息 而仗成两只铁球 从他断了跟丫头之间的私密对话 他两臂间空着大孩二孩的位置 家庭成员四个字成了他最不想去读 最不愿去理解的四个字 四个中国日本共用的字 女护士先站在他身边看他哭 过一会儿 他蹲下来 想从他两只捧住脸的手缝里找他的眼睛 再过一会儿 男医生来了 问他到底怎么了 躺在椅子上 床上的五个病人全停下了哼击 听他哭 他哭的气也喘不上来 几次噎住了 一点声音也没有 医生和护士以为他哭完了 刚开口问他家住哪里 有证件吗 他一口气扒过来 书通开 又接着哭下去 哭的他浑身筋骨疏开 又抽紧 男医生两只焦虑颠动的脚 在他泪水淹没的视野里 成了一对不可认识的异物 他哭尽了最后一把力气 靠在椅子腿上 医生和护士小声嘀咕他什么 他不在乎 在乎他也听不懂 他们之间讲的话跟这里人一样 冒出许多陌生的华音 完全不同于张俭和小桓的中国话 他们改用先前的语言同他谈话 家里出了什么事 家里还有人吗 碰到坏人了 他的样子让他们怀疑他遭受了人身袭击 他是死里逃生逃出来的吗 他一定受了太大的刺激 他们理解他 谁受了过度的刺激都一时不愿开口 他们给他打了一针 等他们拔出针头 两个戴口罩的人影在他眼前已经一层虚光 再一眨眼 他们跟灯光不太亮的空间混成了一片灰白色 他醒来已是早晨 两个乳房把他仗醒了 他看看周围 发现他已经不在原先那间医疗室 而在一间病房里 窗外在下雨 病房还有三张空床 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享受单肩的特权 身上的衣服被换过了 现在是一身不分男女 印着红十字和某某医院字号的衣裤 他的花莲衣裙被团在对面空床上 他想到那五元钱 他不知五块钱 到底是多大一笔财产 做制服 带领张 他想起了 是警察 警察他是见过的 过年过节到居民楼来 站在楼下 跟趴在公共阳台上的家属孩子们将提高警惕 防止敌人趁机破坏 看见可疑的人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 这个警察二十多岁 一边打量他一边把手里的硬翘帽带到头上 他问他是不是好一点 他的话又跟那个男医生和那个女护士不同 又是一种音调 因此他讲到第三遍时他才点点头 接着给他居了宫 你暂时先养病吧 啊警察说 这回他讲到第二遍他就点头了 点完头他又居一躬 不要那么客气 警察皱起眉头 有点嫌烦的意思 同时他做了个手势 他是先懂他的表情和手势的 他嫌他居公居多了 等你病好了 我们再谈 然后警察又做了个手势 请他躺回床上 他自己出去了 他躺在床上 看着急需粉刷的天花板 想警察到底是友善还是敌意 似乎都不是 似乎坚而有之 天花板上一条条细细的列纹 有的地方石膏褪皮了 警察和他谈完话会拿他怎么办 为什么会是一个警察 是一个常常到楼下宣讲看见可疑的人 陌生的人要及时报告的警察 那么 就是昨天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给他打了安眠针之后向警察报告了 他是一个可疑的人 难怪他单独住一间病房 可疑的人威胁正常人的安全 一个年纪很轻的护士推着小车进来 从屋角拉过一根铁架子 又从车上拿起一瓶药水 走到床尾 大眼睛愣了几秒钟 再回到药水瓶上 他在多贺手臂上极其认真的扎了三四个眼 终于成功的扎了进去 两个小时后 书页结束了 多贺爬到床尾 看到那里挂了一个牌子 姓名 性别 女 年龄 习惯 病因 急性未常言 这是一个充满疑问的病人 这个病人给看起来了 门外的警察有枪吗 可疑的病人一旦出了这个门 沿着走廊飞奔时 一颗子弹就会把它撂倒在光滑的水磨石地上吗 这条走廊有七八米长 从小护士推车走来的声音能大致测出它的长度 上厕所呢就在床下变盆里解决 不行不习惯变盆必须去厕所 习惯不习惯 由不得你 可疑的人或许连最不可疑的生理要求也显得可疑 从窗子看出去 白杨树的高度让他明白病房在二楼 他悄悄地下床 眼睛同时搜索他的鞋子 那是一双凉鞋 鞋面是用白布自制的 在鞋匠铺上了轮胎底 走路一点声响也没有 可是他们不见了 可疑的病人一旦没了鞋就更好看守了 他抖开一团瘦臭的连衣裙 飞快地换下身上的病原服 再一次摸摸小包里的钞票 最难的是悄无声响地打开玻璃窗 甚至难以跃到白杨树上 再顺着树干溜下去 多鹤两只微微内翻的脚掌走路不理想 但擅长上树 带浪村村委会门口 有四根木杆供孩子们爬 多鹤常常能赢男孩子们 这楼房老旧 木头都变了形 开窗时窗子和窗框少不了扯皮 弄出很大的响动 但这扇油漆均裂的窗子是唯一的出口 通向丫头、大孩、二孩的唯一出路 他的手沿着窗子和窗框接缝的地方轻轻推动 让窗扇一点点从窗框松动开来 然后他站到了床头柜上 握着窗把手 用力往上提 同时用全身重量控制着他 把他的响动压在身体分量下 窗子被推开了 声响在他的知觉里如同打雷 他站在床头柜上 回头瞪着门 门一动不动 门外悄无声息 或许他并没有弄出任何响动 他的脚心已经踏到砖器的窗台 再一步 他就正面对着那棵白杨树了 一步能不能跃到树干上 树差够结实吗 他来不及想得太周全了 就是朝死亡里跳 他也得跳 他从树上下滑时 一个戴大白围裙 挑两个大桶的女人看着他 他从他面前跑过去 女人往后猛一退 把挑着的两大桶干水泼了出来 他那么一退是怕他的意思 多赫一边跑一边想 原来可疑的人是让正常人怕的 也许他在那女人眼里是个女疯子 多赫在雨里跑着 东南西北对他都毫无意义 他唯一的方向就是远离那所医院 街边停了一排黄包车 车夫们从车棚缝隙里露出脸 看着他这个披头散发 赤着双脚的女人匆匆走过 谁也不敢揽他的生意 一个阴暗的杂货铺里点着一盏煤油灯 他跨进去 铺主从柜台后面直起腰 对他说了一句他听不懂的话 语言客气眼睛不客气的告诉他 他没把他当正常人 他要纸要笔 纸何笔来了 他写下长江南岸的那座小城的名字 铺主摇摇头 他又写下我去 铺主活了五十多岁 从来没和人打过如此古怪的交道 他还是摇头 多贺直指柜台里一块酥饼 铺主立刻照办 把酥饼取出 放进一个报纸口袋 抬起头 一张快哦烂了的五块钱放在柜台上 铺主从一个铁皮盒子里数出大大小小许多钞票 又一张一张放在他面前 放一张 他嘴里出来一个他不懂的词 但他知道他一定在念数字 一张钞票上印着二 两张印着一 剩下的是一堆小钞票 各种数字都有 算了算 这块饼花去了五分钱 就是说 他这笔财富是不小的 他想 这下铺主会回答他的提问了 他和他成交了一小笔买卖 他直指那座城市的名字 又直指我去 铺主还是摇头 同时扬开嗓门 扬起脸 叫了一声 多贺听见有人在某处应答 天花板开了个洞 露出一张少年的脸 对铺主说了几句多贺不懂的话 又对多贺说 那座城市远得很 要坐轮船 天花板上的洞峰上了 铺主重复 坐轮船 他这回的话也好懂些 讲到第二遍多贺就使劲点头 多贺想 明明不是轮船把他和西瓜带到此地的 他又在纸上写火车 铺主跟天花板上面的男孩大声商量一阵 都认为火车也行 铺主为多贺结了一辆黄包车 半个小时之后 黄包车停在火车站门口 多贺算了一下 一块偌大的酥饼值五分钱 那么一个车夫一天应该能挣二十个酥饼 给他十个酥饼的钱 应该是体面的车费了 果然 车夫接过三角钱时给他一个满口乱崖的笑容 当他把大大小小的钞票一块从售票小窗洞递进去时 一个女子的声音说他的钱不够 他把自己的脸挤在小窗洞上 他觉得他没听懂 这样凑近能看见售票女子的一截脖子 半截脸蛋 似乎理理解就近多了 那女子问他买不买呀 不买让后面的人买 我买 他讲中国话头一次这样粗声大气 你钱不够 售票的女子脸露出来了 但是横过来的 为啥 他问 他声音更粗大 把啥说成了哈 这是他向张家仁学的最好的一句话 他实际上是说 为什么我不能回我家 为什么我不能回到我的女儿 儿子那儿去 为什么我两个奶仗的要炸 而我的孩子们在闹饥荒 这就是多贺的维哈 听上去充满蛮横不讲理的爆发力 不论为什么他都要去马鞍山 不论为什么他都得有一张火车票 为啥 那张横放在洞口的女子面孔消失了 咔哒一声 整个窗子大开 女子正金威坐 手指滑拉一下 问问你后面的群众 为啥 差一多半钱呢 会看票价表吗 票价是国家订的 你不是中国人呀 看热闹的人群大起来 一双赤脚 一头散乱肮脏的长头发 一件泡了西瓜枝又泡了雨的花裙 使人群和多贺之间的距离也大起来 一个小孩大声问了句什么 人们哄得一笑 多贺被那句你不是中国人呀提醒了 他打算破开这道人墙 趁他转身 那个小孩一步窜上来 从后面揪了一把他的长发 高兴的尖叫着跑开 他走了几步 那只孩子的手又揪一把他的头发 又是高兴的尖叫 往回跑去 就这样 他走着 他揪着 最终他赢了 他的毫不反应 让孩子败了完星 他在后车大厅里买到一张全国铁路图 在上面他找到了长江 找到了他眼下所在的武昌 不久 他的食指坚停在那座长江南岸的小城 他和西瓜们是兜了怎样的圈子 才到达这里的 那城市和武昌其实是同一条长江相串联的呀 有了这张图他可以回到丫头 大孩 二孩身边去了 他走也得走回去 两个儿子没有奶吃 他爬也要爬回去 他在火车站附近的商店买了一双鞋 最便宜的一种 花了一块多钱 他还需要一把伞 但他实在下不了手花那一块多钱了 他在后车室的长椅上睡了一会儿 天黑下来 他沿着铁路线走着 向东走 雨小了 风却很冷 楼房电线杆从丑到西再到消失 他走进了一座小站 不一会儿 一辆货车停靠下来 他爬上去 发现车上装的是木头 货车每经过一个站 他就盯紧站名 再借着站上的灯光对照铁路图上的名字 半夜他从拉木头的车上跳下来 因为那趟车从此分叉 他在一个小站外面等候下一趟货车 但没有任何一趟车在小站停靠 小站没有后车室 只有一圈木栅栏加一个棚子 他在棚子下的长椅上睡下来 太阳刚升起 远处的田野和农舍在绿中透篮的山下非常宁静 连苍蝇的瘟蝇也是这宁静的一部分 苍蝇渐渐多了 把地上一块甜瓜皮落成黑绿色 侧卧的多鹤看着一道道吹烟 水田里的天空 山影 目光虚一些 景色就熟识一些 多鹤自从离开了带浪村 就总是在找和带浪村相似的东西 现在远处的村景和带浪村相似 还有九月雨后的太阳 因此多鹤就熟睡在苍蝇瘟蝇的九月里 他一睡睡了十多个小时 醒来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小火车站的棚子里 他也不知道自己睡着时 身上除了落过苍蝇还落过什么 直到第四天 他才爬上一趟运化肥的货车 但两小时后就被人发现了 在审问中他明白化肥之前 因此常有人巴车偷化肥 他从审问者的眼睛里看出自己是多么可疑 他已经发现他越说话一团越大 因此他随他们去自问自答 大发脾气 渐渐的他看见自己在对方眼里不再是可疑的 而是残废的又聋又哑又疯 从那以后他不再冒险扒火车 一根枕木一根枕木的走回去 会安全的多也安宁的多 沿着铁路线的车站他都歇过脚 有时雨大了 他就住下来 车站真是好地方 总有容他睡觉的长椅 有便宜的饭食 有匆忙过往的旅客 对他的可疑刚有警觉和兴趣 已经和他错过去 但尽管他每天只吃一顿饭 口袋还是渐渐空了 最后的一段路他吃的是生玉米 生红薯 总之他得手偷着什么 就吃什么 他从来没有注意连衣裙是什么时候扯烂的 鞋子是什么时候穿飞的 那便宜鞋子有足够的理由那么便宜 布鞋底被做了币 里面是硬翘纸 他只注意到自己的胸一天天没了分量 没了原先的圆润 他走 得疯了一样 这一对没了分量的乳房是怎么了 他们在干枯吗 他最终把两个干枯的乳房给他饥饿的孩子们吗 就像所有带浪村的母亲们 干枯军裂的乳头不再能堵住孩子们的哭喊 完全不像多贺预料的那样 他在一模一样的楼群里迷了路 一绿的红墙白阳台 他却毫不彷徨的朝着其中一状走去 他成了一条母狗 被那股神秘的气息牵引着走向他的儿女们 他抱起两个尿骚刺鼻的儿子 却发现自己早已没有奶水 他左边的乳头一阵钻心疼痛 二孩居然咬了他一口 他的骨肉被这两个中国人离间了 带浪村的人都说中国人一肚子鬼 果真如此 一双手上来 把二孩抱走 是张俭的手 一个声音陪着小心 告诉他俩儿子已经习惯吃粥吃烂面条了 布也长得不错 一两肉都没掉 也是张俭的声音 什么意思 是说没有了母亲和乳汁 没有了天条规定的成长环节 儿子也照样活 照样长得不错 他们有没有真正的母亲都两可 一转眼 他和张俭撕扯上了 塞上 眼睛上 脚也伸出爪子来 在张俭小腿上拼命的抓 张俭抱着二孩 怕孩子挨打 赶紧撤到大屋里 多赫整个身体抵在门上 不让门关眼 他和他一个门里一个门外 相持了几分钟 多赫突然一闪身 门通的大开 张俭栽到了门外 多赫放弃了 他突然觉得这种讨伐太悲琐 五百多个齐户村村民是好样的 几代同堂的死 几代同堂的血流成一股 浓厚程度可以想象 他拱出十缝 结成一个球 比附近喝清酒的酒杯还大 血球颤微微 有着那种固体和液体之间的东西 特有的柔嫩 一触即溶 第一线阳光 从两座山坡之间的压岔里伸出来 那也是柔嫩至极的阳光 光亮照进血球 光和血球都抖了一下 那令人惊悚的美丽只是一眨眼功夫 然后太阳就从山压岔里整个的出来了 已经不再柔嫩 几个收尸的村长走过去 他们中的水踩在血球上 他并不像他看上去那么一处极容 他冻结了 那些脚一开 他依然圆润光洁 看上去已经有了历史 就是琥珀 玛瑙形成所需要的一段长长的历史 这时 25岁的多赫松开了抓着张简的手 眼睛睁得老大 但眼光却很虚黄 他多赫用得着这样和他扭打吗 他不声不响就能让他明白什么都来不及了 千惠子朝他的一岁的儿子扶下身 长而密的头发盖下来 母子俩被盖得风雨不透 母亲饿得又细又薄的身体对折起来 不是对折 是盘卷成一个螺丝壳 把他的心头肉盘卷在里面 对孩子疼爱的不知如何是好 才会有这个动作 那螺丝壳越脚越紧 一岁男孩的哭声越来越轻 被封在了壳内 千惠子的两个肩胛骨 吓人的怂起突然静止住 就在这个时候 孩子的哭声断了 螺丝壳碎裂开来 冒出一张如是重负的脸 他替儿子在所有不堪的下场中 选了个最好的 让赐予他生命的人所走他的生命 这多少也是一种圆满 逃难队伍中所有的母亲刹那间都开了窍 随即也都如是重负了 他们至少能使孩子们的苦难不再恶化 他们能够在孩子们所遭受的疲惫 惊恐饥饿上划一道界限 千惠子两个虎口锁定在一岁男孩的脖子上 把一切未知的苦难变成了已知 对于他们的处境 未知本身所给予的折磨 远远大过惊恐疲惫饥饿 披头散发的千惠子并没有疯 他开始追逐他的女儿 张着他柔软的怀抱和两个铁硬的虎口 一心想让三岁的女孩九美早一点进入他永恒的呵护 跟在千惠子后面的女人们不再追逐他 一个个年轻的母亲扶着树干 蓬头垢面 衣衫飘零 想着千惠子交给他们的最后一种母爱 又上了路 高高的山毛举枝叶间透着风 月光和一两声夜猫子的啼叫 不声不响的沙鹰就这样开始了 一只手把他拉进厕所 是朱小桓的手 红润如他的脸蛋 也带酒窝 小桓说着什么多喝没有去听 只看着那双红润带笑的手 把一桶热水倾倒在木枣盆里 接下去 事情不对了 小桓很家常的讲起 阿头的事来 回头你看见他 可得好好表扬他 阿 功课门门一马的一百分 老师还在一百分旁边画了五角星 就是首功课不行 让他拿纸捡个猫 他拿回家来 全让我给他捡 说着他把手里的丝瓜巾沾了热水和肥皂 狠狠搓到他脊背上 把他搓得东倒西歪 坐都坐不稳 背后的皮肉被搓得起了撩泡式的疼 但他疼得舒服极了 疼得好美 知道大海有多坏吗 小桓用力用的话也说不连贯 小子可坏了 躺那儿会玩自个儿的小鸡鸡 抱他俩出去 一件邻居家晒的干虾米 二孩这小子抓了就往嘴里搁 你说他咋知道那干虾米是吃的 我记得你怀他俩的时候 就特别馋虾米 这孩子神不神 把他娘爱吃的都记住了 多贺脱口插话 说他自己小时候就爱吃外婆做的干虾米 他很意外自己怎么跟小桓搭起话来了 他明明在做和孩子们同归于尽的打算呀 这时小桓把他从水里扯起来 抬起木盆一头把脏水倒出来 让水冲在厕所地面上 一面扎扎嘴 又笑道 可惜了啦 这水能肥二母天呢 多贺看看厕所地面上一层灰色的体购 不自觉的也笑了 他真的太意外了 怎么竟笑了呢 他不是正在想怎样让三个孩子毫不疼痛 毫不害怕的和他一块走 去做好样的带浪村村民吗 这时小桓突然想到了什么 丢下多贺从厕所跑出去 随手带上铁皮门 咣当 大罗欢快地敲响了 不久铁皮门又敲了一声大罗 小桓手里拿着一个小红布包 打开来 里面一根红线绳上拴了一颗牙齿 是丫头掉的第一颗乳牙 丫头要等齐疏网小姨回来 把她给扔到一个瓦房顶上去 这样她以后出牙才出的齐整 多贺用手指尖湿了是那颗在奶头 不知过往多少回的小牙齿 觉得不行了 她可能做不了那件同归于尽的漂亮事 当天夜里 张简的两个朋友小鹏和小石走了 张简也去上夜班了 丫头悄悄跑到小屋 小姨 哎 你有黑蜜醋 日语 黑蜜蜜 蜜蜜 吗 多贺不说话 丫头爬到她床上 她盘起两条腿 丫头坐上去 小姨你是去结婚了吗 七岁的脸正对着她 嗯 结婚 一夜 日语 哎哎 没有 丫头松了一口气 多贺问她听谁说的 丫头又扯出另一个话题 小姨 你跟我们王老师结婚吧 王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 多贺笑起来 这也出乎她的预料 她居然还笑得咯咯咯的 王老师苏布拉西依奈 日语 Saburashian 特别好 多贺问怎么好 王老师给我一个上海奶糖呢 多贺抱着她前后晃 一大一小两个身体晃成了一匹游乐园木马 还有我喜欢的王老师的钢笔 多贺抱紧丫头 这是夜里十二点 按她预先设想的 她这会儿跟丫头 大孩 二孩已经死了 多贺搂着丫头 觉得真走运 假如死了 她就听不到丫头这么逗乐的话了 她居然给她当起媒婆来 七岁的媒婆 丫头抬起脸 给她一个缺牙的甜美笑容 多贺那带浪村人对于死的热情彻底冷却了 一个多月以后 小环告诉多贺 丫头的班主任王老师要来家访 王老师一进门 多贺差点笑出声 丫头给多贺保眉的王老师是个大辫子姑娘 丫头一会儿看看坐在大屋床边的王老师 一会儿看看站在大屋门口的多贺 目光里有一种成人之美的得意 等王老师走了 丫头问多贺她愿不愿意和王老师结婚 多贺这才倒在床上挥拳踢腿的大笑 又是一个星期日 小环最后一个起床 梳洗过后就带着三个孩子出去了 她说她要带他们去坐船踩灵脚 但张简明白她想给她一个好环境 跟多贺过几小时的小日子 厨房的门半眼 能听见里面滋啦滋啦的声响 是落在僵尸的衣服上的声音 声音一起 一股带花露水味的米浆甜味就膨胀开来 她推开门 多贺隔着白色蒸汽看着她 十月底 她的宽袖衣衫被两根松紧带 沽在大壁上 臂膀几乎全部裸露出来 那臂膀一直没有圆润起来 也许她再也恢复不了先前的模样 圆润白嫩稚气 我去买粮 你要烧点啥 她照例半垂着眼皮问道 她两眼的莫名其妙 她什么时候学会寝视女人了 她也从来没有让人烧点啥的先例 有时小环出去逛商店 会拽上多贺 两人空手去 空手归 图的是把商店的绸缎 不匹挨个用手指撵过 再敬钱比过 相互间讨论过等攒了钱买哪样 也都是小环跟镜子里的自己讨论 红不红 这叫早红 穿着还不那么浪 啊 还能穿几年红 也就眼下这两年了 攒到五块钱就来扯布 五块钱用得了布 四块多钱就够了 她也会把多贺拽到镜子前 拿这块布 那块布往她身上披 懒得挺正 瞧这花多细 才见棉袄照一得四块钱吧 等着慢慢攒 攒钱是张家人最大的抱负 攒了钱把爷爷奶奶从家穆斯接来 张家大儿媳在军队做医生 去年改嫁了 不能还让前公婆老住在家里 可两张车票钱且得攒一阵子 多贺摇摇头 又埋头去运她的衣服 眼睛余光里 张简穿兰德发白的工作服的腰部不自在的定了一阵 转身走了 梁店离张家十分钟路程 张简骑着车五分钟就打了个来回 她把梁倒进灶台下的木箱 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纸袋 又长又粗的手指窘迫的乱了 这给你吧 多贺打开纸袋 里面有两块包着晶莹彩色玻璃纸的糖果 她看见那又长又粗的手指缩回去 捏成拳恨她犯件似的 她把手缩回的瞬间 多贺正巧从炉子上拿起烙铁 似乎烫着了 她一下子撂下烙铁 上去捧住她的手 没烫着 其实烫着了指头间 她细细查看 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这个男人的手 手掌上有厚厚的剪 手指的关节很大 指甲坚硬整齐 一双相貌堂堂又有点傻乎乎的大手 不知怎么 张简已经将她抱在怀里 小环说的对 这是最好的讲和 多贺的委屈总爆发了 她一抱 她就哭成一个无声的泪人 小环说 你要她 比什么都能安慰她 她一脸几次的要她 小环多不容易 一人带三个孩子出去 就为了让她俩能过几个钟头的小日子 不能负了小环的苦心 多贺一直闭着眼 短发被剃泪沾了一脸 她像赌咒又像表决心又像讨好她 男男的说她要再给她生孩子 生十个八个 开始她听不懂 她的话稍不留心 还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语言 她终于醒悟她再说什么 马上没了热情 在怀孕把她往哪里藏 就算藏得住 怎么有钱养活 现在的一大家子已经让她吃力极了 工厂的补助费 加班费 夜餐费 她都舍不得动 夜餐只吃家里带去的冷馒头 她已经没有任何余力在勒索自己 多贺实在是快肥沃的田野 种子撒上去从来不白糟蹋 她这天远远的站在张俭下班必经的路口 路口堆着一座碎石垒的小山 她见张俭的自行车从铁道坡上溜下来 站在碎石小山头上向她又叫又喊 张俭停住车 她稀里哗啦跟着下滑的石头一块下来 浑身都是连滚带爬的狂喜 我 三孩 她乐得话语全没了章法 三孩 三孩 在肚子里 她被冻的半透明的红鼻子起着细密的皱纹 那种稚气的笑容又回来了 张俭抽了一口力冻后阴湿的冷气 她跟她往前走 脸不时扬起 样子像是她这个长辈还欠她这个晚辈一句表扬呢 张俭满脑子的数目 三十二块一个月 加班费 夜餐费 补助全家赏 最多不超过四十四块 还吃得起红烧茄子吗 酱油都是金贵东西了 周围人不断招呼她 张师傅下班了 张师傅上白班呢 张师傅 她顾不上回个招呼 连那些在她身上停停又飞到多鹤身上的目光她都忽略不计 她突然想 小环说过 啥日子都能往前魂 来吧 她拍拍自行车后坐 多鹤坐上去 她一边蹬一边想 这个女人是很会生的 说不定一下子又来个双胞胎 多鹤两只手抓着她翻步工作服的边缘 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女人 她那肚子还真是风水宝地 孩子们真爱我 她的父母瞎碰运气 挑的那个口袋等于摸着彩了 晚上小环靠在墙上抽烟 一手撸着她的头发 叫她放心 吃糠燕菜也能把孩子拉扯大 来多少 拉扯多少 多子多福 从来没听说过闲孩子多的 多鹤的孕期在冬天 春天等险肚子了 就到附近乡下租间房 藏那耳生去 乡下人有两个钱打发 嘴就给封上了 张俭翻个身 有两个钱 那么容易就有两个钱了 小环不吱声 手还是胸有成竹地 一下一下撸着张俭刺猬一样的头发 多鹤却流产了 春节前她正上楼梯 三个月的胎儿落了下来 她撑着走上四楼 每个水泥台阶上一滩血 她刚进门就听见邻居们大声议论 谁家出了人命 怎么到处都是血 议论声聚到了张家门口 了不得了 是张师傅家出事了 垂门的 推窗的 叫喊的堵了半条走廊 多鹤静静躺在热乎乎的血泊里 想着她今后是否还有可能生三孩 四孩 五孩 是否还会给自己生一群亲人 让她在他们眼里看见永别了的父母 舅舅 外公 外婆 看见带浪村的村井 田野 樱花林 也许她失落的这个三个月 胎龄的三孩带走了她的生育能力 那流浪的一个多月 那一场场的惊吓 饥的后果原来在此 外面为张师傅家操心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照小时 小鹏的做法拉开了厨房的窗子 有人嚷着 借板凳去 有人喊 小桓大嫂在吗 小桓带着两个男孩逛够了 推着车走到楼下 正看见一个打补丁的大屁股塞在她家厨房窗口 她挑起烟熏火燎的嗓子问那是谁的屁股 大白天偷她家的金条 银圆嘛 她家可是刚刚少了一个崭新的电唱匣子 人们趴在公共走廊的栏杆上 气嘴从舌讲着楼梯上的血迹 小桓立刻扔下儿童车 一只胳膊加一个男孩跑进楼梯口 她马上明白多赫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 等她赶到自己家门口 也顾不得问刚才那个屁股是谁的 谁这么大胆 她打开门 反手又将门关延 地上的血已经成了血豆腐 多赫躺在床上 伸下一块椭圆的深红色 她把大孩二孩放在大屋床上 赶紧回到小屋 小桓用手掌抹去多赫额上的冷汗 多赫看看她 两人都不说话 还用说什么 小桓从阳台上抓下大孩 二孩的尿布 叠了叠 塞进多赫的裤子 多赫又看看她 她看回去 多赫头一眼看小桓 小桓就知道她没事 就是累 再说话就累她了 小桓去厨房 捅开灶火 窗外人还操着心 随他们操心去 她得赶紧给多赫煮点糖开水 等多赫捧着一大缸糖水时 小桓才想起她把儿童车丢在楼下了 可她跑到楼下 发现车不见了 那车是小棚和小石座的 车身是两张并排的小木椅 前面挡的横梁可以打开盒上 车轮是用轴承自装的 特别好看好使 小桓把煤灰撒在血迹上 一层楼一层楼的清扫 一层一层的骂街 偷了咱们孩子的车给你孩子坐 让你孩子坐出大钉窗来 让她满定长毒拥 一个拥八个头 流浓躺血躺死她 看我们家人害点妇女病就想来欺负 把女人的脏血泼你家去 让你会气一辈子 让你生儿子没鸡儿生女儿没眼儿 小桓骂的扬眉吐气 邻居的孩子们一个个端着晚饭 站在公共走廊上做她的观众 听众 小桓骂街在朱家屯就是个明觉儿 孩子们吃着看着 听着不时提一两句台词 小桓阿姨 是满定生大肥躯 不是毒痛 或者小桓阿姨 左不说一肚子坏下水 张简听说多喝流产暗暗的松口气 一个多月后 多喝还是流血不止 张简和小桓都怕起来 商量要不要请大夫 小桓把多喝扶到一家私立妇幼院 诊断后让多喝立刻进手术室 因为流产并不彻底 手术后 多喝在医院住下来 小桓天天傍晚带着三个孩子来看她 第三天下午 小桓进了病房 发现另外三个产妇都赶在一块出了院 多喝睡的头发七拱八桥 小桓用梳子沾了水替她梳顺 多喝突然说她救过一个小姑娘 从她自己母亲手里救下的 她母亲要掐死她 小姑娘叫九美 当时三岁 那么当时多喝几岁 十六 为什么母亲要杀这个小姑娘 当时好多母亲都把自己孩子杀了 为什么 因为自己杀总比别人杀好 谁会杀他们呢 战败国的人 谁都会杀 所以齐护村的村长让一个枪手把几百村民全部杀死了 小桓不动了 她坐下来 这是个好天 开春的气味从窗外飘进来 住了这么多年 她对东北老家的想念才淡了些 多喝一个没了村子 父母 兄弟姐妹的人得要多久 才能让想念淡下去 何况她的村子母亲弟妹是那样没的 她听着多喝吃力的讲述她怎样看见齐护村人的自杀 带浪村和其他日本村子的人怎样走上不归路 多喝的中文还远远不够来表述这么恐怖 惨烈的故事 有些地方小桓要靠猜测才能把她的意思连贯起来 也幸亏她不能尽情表达 不然这个故事小桓是听不下去的 一个护士 一个护士进来 多喝停住了叙述 小桓看见她的手指抖得下人 上了岁数式的 其实即便护士用心听 也不见得能听懂多喝的讲述 张家人把多喝的话听熟了 不觉得她难懂罢了 护士走了后 多喝继续讲 剩下的八百日本人已经不成人样 没被母亲杀死的孩子们也一个个在饿死 冻死 他们已经从秋天走进了冬天 土匪们的快马冲过来 抓起女孩子们 谁都挣扎不动 叫不出声来了 只有一个老人 唯一一个活下来的老头说 枪呢 举起枪来 吵女孩子们打呀 可是枪早就丢了 小桓觉得心里那股难受特别奇怪 这故事的惨烈可怕不像是人间的 日本人怎么那么热爱死这装饰呢 一个村长能替全村人当家去死 一个母亲可以替孩子们当家去死 她听完多喝的故事就让自己的心一直空白 一直空白到她回到家 看见坐在桌上自珍自饮的张俭 她眼泪顿时流了出来 张俭问了几句 问不出结果 丫头吓坏了 起先还说妈妈吃饭吧 饭都凉了 后来也不敢作声了 她从来没见过小桓哭这么痛 小桓是那种让别人哭的人 小桓哭了一阵 拿过张俭的酒杯 干了两杯白肝 吸着鼻子进大屋睡去了 等张俭也上了床 她才把多喝的绅士讲给她听 她听到多喝抱着三岁的病女孩九美边跑边哀求她的贵子守母亲时 手垂了一下床帮子 叫道 哎呀 那一夜张俭和小桓没睡什么觉 两人都靠在那里抽烟 抽一阵 张俭会想出故事中某个细节 再问小桓 当小桓复苏了那个细节之后 她绝望了是的 真是那么惨绝人寰 有的细节她问了好几遍 每证实一次她心情就更坏一点 可她仍是不停的问 希望自己听错了 快天亮时张俭才睡着 第二天早晨上班她头晕脑涨 组里谁出一点错她都不依不饶 16岁的少女多喝经历过那样的惨事 多喝刚从麻袋里出来的模样 幽灵似的出现在吊车前面 出现在她饭盒子前面 储衣柜里 淋浴的水花里 她恨她父母 干什么不行 偏要去花七块大洋 买回这样一个女子 现在好了 她的身世弄得她要疯 假如他们买她回来 就把她的身世告诉她 多好 她会坚决的把她推出去 那她去找谁 早一些知道她的身世 她会换个态度带她 可换什么样的态度呢